镜头转到香港 六四前夕尽管香港泛民主派内部 对于今年纪念六四的活动主题名称出现争议 不过日前以敢言著称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修主教 陈日军书姬在六四前夕主持弥撒 除了悼念六四死难者 他也呼吁香港民众踊跃参加六四烛光集会 陈日军书姬在六四前夕一连主持三场弥撒活动 悼念六四死难者 他强调每年港人都要求中共当局平反六四 目的就是要他承认错误 承认当年是学生爱国运动而非暴动 他指示中共是邪恶制度 他反驳所谓六四血腥镇压后经济发达 人民生活改善的谎言指责中共毒害了整个民族 对于有本土派人士 杯葛六四烛光集会 陈日军校园怕引起混乱不会出席 不过鼓励教友去支持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导 不过鼓励教友去感兴趣